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带你从雨量累积图上来看 我们从雨量累积图上可以看到 其实今天下午的午后雷震雨 降雨都集中在中部以北地区 集中以北部地区的降雨最为明显 也就是这个颜色色块比较鲜艳的区域 一直到下午5点之前为止 雨下最多的地方是在桃园的巴德 日累积雨量已经超过了130毫米 而且从下午3点到4点 这短短一个小时之内 降雨就超过了110毫米 这个雨量真的是相当的惊人 而我们可以看到 在台东一直到恒春半岛这块区域 也有一些降雨 不过这并不是因为午后雷震雨造成的 而是因为今天台东 以及恒春半岛位处在迎风面地区 所以一整天都是断断续续的下阵 短暂震雨 这样的降雨形态 其实跟午后雷震雨不太一样 而今天午后雷震雨降雨的区域 不再只是集中在山区 平地地区也下起了大雨 而且还雷声大作 从卫星云图上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今天在台湾附近的 云量水气都稍微地增加 在热力作用的影响之下 我们可以看到中午各地就开始 慢慢冒出像这样子的午后热对流 下起了午后雷震雨 而且降雨的范围变得比昨天大一些 降雨的时间也比昨天还要长一些 而在我们的北方 这道封面还是持续地在酝酿发展 不过同样是受制于太平洋高压的前置 所以这道封面并不会难下来 影响到我们的天气 而在菲律宾西方的热带性低气压 也已经减弱了 明天各地都会是多云道晴的好天气 不过在中午过后会跟今天一样 冒出午后热对流 会开始下起午后雷震雨 其中在山区还有我们中部以北地区 以及宜兰的降雨会比较明显 而且会有局部较大雨是发生的机会 而我们的台东一直到恒川半岛这块区域 跟今天一样 因为位处在迎风面的关系 所以还是会有一些局部性的短暂震雨 而至于明天各地温度上的变化 再带你从地面天气图上来看 今天最热的地方最高温就落在了 我们的嘉乙达到了36.8度 而台北跟宜兰也都超过了36度 从地面天气图上可以看到 在北方有一道风面持续地在酝酿发展 明天台湾附近还是会吹偏南风 所以各地都还是会持续比较高温的天气状况 再加上云量比较多的关系 所以感受上会比较闷热一些 而我们的西半部地区 高温都会来到35度左右 盆地地形的台北高温甚至会上看36度 而在东半部地区 高温也都会来到33度左右 接着带你来看为您整理的上海气象 请不回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明已经到了台风季节了 不过今年的台风真的来得比较晚 太平洋高压笼罩在我们的上空 已经快要半个月了 炎炎夏日最适合细水消暑 不过最近的午后热对流发展得比较旺盛 午后雷震雨常常是下得又大又急 在溪流边活动要留意天气的变化 以防溪水暴涨 打雷的时候也要赶快离开空旷地区 避免雷击 以上是今晚到明天的天气预报